大家好,歡迎來到粵語天地,深夜時分,我磨耳間在網上衝浪,隨意點開了一部短劇,令我驚訝的是,這部劇的男主角居然是我熟悉的吳啟華,而劇中她失散多年的女人,竟然叫麗芝,如此詭異的設定讓我忍不住繼續看下去,吳啟華作為之心演運,演技自然是無可挑剔,但在這部短劇中,她的表演卻顯得有些尷尬,就像是一群小學生中混進了一個博士, 雖然她的表演水準高超,但在這樣的環境下卻顯得格格不入,其他演運的演技更是讓人不敢公佣,相比之下,吳啟華的每一個表情都顯得那麼珍貴,吳啟華這個人,從來不拘泥於所謂的外色羽毛,她對於贊展的方式從不挑剔,只要是能贊展的機會,她都會抓住,據說已經過了顛峰期的她,名下依然擁有四輛名車和十幾套房產, 每年的致贓費用超過百碼,孩子不過萬的她從不穿,然而,她的情史卻頗為豐富,早年她曾買下160碼的分貨,準備迎娶金巧巧進門,但最終金巧巧卻嫁給了博立總裁於東,成為了老闆娘,吳啟華船曾如泰國富商的女人草率裂婚,但最終也以離婚收場,她的前妻洗羊子, 二十二歲時就嫁給了她,但婚後七年卻花光了她五億的財產,最終兩人分道揚標,如今,吳啟華每個月船要給前妻二十六碼的生活費,出手之大方令人詐欺,對於吳啟華的情史,我拼無太多人趣,我更想知道的事,都說TVB藝人窮困擾到,但吳啟華為何能擁有如此多的財富? 原來,吳啟華出身於一個富有的家庭,雖然她的父母因為迷信而將她送給擁人撫養,但她在童年時期依然經歷了苦多艱辛,這些經歷或苦在她的個性中埋下了沒有安全感的種子,使她對面子這種東西看得很輕,吳啟華在入行後也經歷了喜喜樂樂,她曾在英國留學學集話劇和舞台劇表演,回國後考進了TVB藝運訓練班, 與圖大宇、藍潔英、劉嘉玲等人成為同學,她的早期作品中,與劉德華演對手揮時,硬直和身高都原聲對方,然而,儘管她演技和外形出眾,但卻因為某些原因而遭到TVB的打壓,吳啟華在代表作,劉文大亨, 中式演的中偉信一覺深入人心,她演得太好了,以至於有觀眾因為分不清演混和角色而對她產生惡感,這也導致她的代言紛紛掉落,甚至到了沒有暗傷感找她代言的地步,因為她在劇中飾演的示範派角色,所以連門都不敢出,在街上就潰避馬,去餐廳吃飯也潰避趕出來, 這樣的遭遇讓她配感無奈和辛酸,為了新計,吳啟華不得不拼命拍戲,她一天要面對四個導演,24小時連續轉,儘管生活如此艱辛,但她依然堅持著自己的演藝事業,然而,因為TVB的打壓和觀眾的矮,她的事業一度陷入低谷,為了尋求突破,吳啟華決定離開TV拼用廠電影圈,然而,由於TV高層的阻撓,她幾乎四處受阻,能接到的 亦都是一些小角色,無奈之下,她簽下了拍攝大尺度鏡頭的合約,雖然這部電影讓她配感壓力,但也成為了她演藝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,吳啟華的演藝生涯可謂豐富多彩,橫跨電影,電視劇等多個領域,索造了苦多深入人心的角色,她的演藝之路始於早年的TVB藝運分連班,自那時起,她便展現出了出色的演技和表現天賦,在TVB時期,吳啟華的演藝之路始於早年的TVB藝運分連班,自那時起,她便展現出了出色的演技和表現天賦,在TV 吳啟華經歷了衝生人道主演的成長過程,她憑藉精湛的演技和獨特的魅力,逐漸在貫中心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,無論是古裝劇算是時裝劇,她都能由人有餘地介入各種角色,展現出不同的表演風格,然而,吳啟華的演藝生涯並非一帆奉順,她也曾遭遇歌事業的低谷和困境,但正是這些挫折和磨勵,讓她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演藝夢想,並不斷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上的角色, 隨著時間的推移,吳啟華逐漸將事業重心轉向納地,拼成功在納地市場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和關注,她在納地拍攝的多部電視劇和電影都取得了不續的修飾和口碑成績,進一步拱固了她的演藝地位,除了電視劇和電影,吳啟華旋的極三與舞台劇等演出活動,展現出了她多才多藝的一面,她的舞台表演同樣精彩分情,深受觀眾喜愛,如今,吳啟華, 吳啟華依然活蹊在螢幕前,不斷挑戰自我,嘗試新的角色和表演形式,她的演藝生涯船再繼續,相信未來她船區為我們帶來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,總之,吳啟華的演藝生涯是一步充滿奮鬥和成長的歷史,她用自己的才華和努力贏得了觀眾的尊重和喜愛,成為了演藝圈中不可或缺的一魂,吳啟華的感情經歷相當豐富且曲折,她的戀情多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, 吳啟華的第一段戀情是與藍結嬰,兩人同為1984年無線藝運培訓班的同學,相戀一年多後和平分手,此後,她與見美小姐出身的何美亭相戀,但這段戀情也未能長久,接著,吳啟華與黎美閒因合作,書見恩仇錄,而相戀,但這段感情同樣未能修成正果,之後,她與一位泰國庫庸之女夫願取裂婚,但這段婚姻近雍遲了不到四年便已離婚, 告中,隨後,吳啟華與《孔雀公主》金巧巧開始了一段長撻七年的戀情,兩人因合作而相識,感情迅速升溫,甚至傳出了婚訊,然而,這段感情最終因雙方性格不合和頻繁撐炒而破裂,給吳啟華帶來了不少的打擊,之後,吳啟華與TB藝運羅詠嫻傳出飛聞,但兩人因長期缺乏溝通而分手,接著,她與身家過益的女婦翁黃梅詠傳出飛聞,但這段戀情 戀情也未能持續下去,最為人所屬之的,善啟華與前妻石陽子的婚姻,啟華在武林大繪上用一對卡通花跪地求婚,石陽子當場答應,然而,這段婚姻近近雍遲了七年,期間兩人經歷了不少風波和爭議,最終以離婚收場,據報導,啟華在這段婚姻中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誡,甚至被爆出前妻敗光了她大量家產,在拍獵完這部電影後,啟華曾經 感到無顏面對家向父老,於是願走泰國使徒在國外定居,在這段時間來,她與泰國父相千金相自拼裂婚,然而,這段婚姻不近跨國旋跨階層,導致兩人各方面都不太契合,最終也以離婚收場,之後,啟華又與蔡少婚姻揮申情,然而,她忽然蔡少婚個性爽辣,自己把握不住,於是這段感情也草草收場,而最為人所屬之的,莫過於她與金巧巧, 的那段情史了,當時啟華對金巧巧非常認真,甚至在上海花160抹救治了一套房產準備取她進門,然而,因為一次炒架王解,兩人最終分手收場,儘管啟華的情史豐富且充滿波折,但她的演藝事業卻依然如火如荼,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華贏得了觀眾的認可和尊重,如今,她依然活跡在螢幕前,為我們帶來更多精彩的作品,啟華在演藝事業上, 展現了極高的專業素養和競業精神,她對待每一個角色都認真投入,力求完美呈現,無論是面對事業的低谷船是高峰,她都能保持冷靜和專注,不斷挑戰自我,追求更高的藝術成就,這種對事業的執著和熱愛,體現了她的人品中的職業精神和責任心,儘管她的感情經歷頗為曲折,但她對待每一段感情都真誠而認真,在與前妻石陽子的婚姻中,她承擔了 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責任,準力擁護家庭和諧,即使婚姻最終破裂,她也沒有放棄對子女的關愛和照顧,展現了作為父親的擔當和溫暖,她善於與人溝通,樂於助人,在演藝圈中贏得了廣泛的好評和尊重,她的真誠和善良,使得她在遇到困難時能夠得到朋友們的支持和幫助,她曾因一些私人事務受到媒體和公眾的質疑, 但這些事件並不能完全定義她的人品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和不足,關鍵在於如何面對和改正,重啟華在演藝事業和家庭觀念上的表現來看,她是一個有責任感,有擔當,真誠善良的人,雖然她的感情經歷頗為曲折,但她在職業態度,家庭觀念和對待朋友的態度上都表現出了極高的素養和品質,她是一個值得尊重和敬佩的藝人。